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央视精彩聚集 姚刚为你导航 燕莱书记和海东市长一个大力创新 一个相对保守 却有着共同的目标 我们渤海市的发展不是张贴标语喊口号 也不是热情蛮感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适合渤海发展的思路 新海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市长 当市委书记出车祸的时候 派了一个市委书记 就是咱们郭敬林老师演那个 叫曾燕莱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站在我旁边这位 是咱们波海市新调任的市委书记 曾燕莱同志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 我叫曾燕莱 曾燕莱原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多年来潜心研究城市发展领域 对沿海经济的发展有独到新颖的见解 假如我是波海市的市长 我想我会去寻找一个长久的 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带动整个波海五区六县的全面发展 根据他的工作经验 他的设想 他的对城市的文化的设想 他是有远见的 相对的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一点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我会积极地配合曾燕莱同志的工作 为波海市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金海东一直担任波海市市长 面对波海市经济发展的弊端 他虽然知道要改革 但是却无法完全推翻重来 他俩在城市建设发展上有不同的理念 金海东比较保守 所以他们俩刚结合的时候 那肯定合不着一块 为此在工作中 两个人没少起冲突 GDP下滑几倍怎么了 快钱少赚点怎么了 其实咱俩思理都明白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可为什么一到选择的时候 就要去选择那个错的呢 港区开发跟钢厂矿厂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 他俩有过矛盾 有过冲突 卢朝和的治理 必须和林静的视线去协调 我们错过了最佳的施工时间 我明确地告诉你 你说 我不打 我就要今天做 我做不到 做不到也得做 那你做就嘛 在戏里边 甚至有过拍桌的 两个人干起来 我打港口的主意 你是我卖地 我打钢厂的算盘 你是我败家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就是看不上 我只会搞土地财政 可是你翻一翻 自己家的账本看一看 我们说话 还能这么应期吗 工作当中啊 他俩没有合作 恐怕是不太认可 但是真要是做起事来 增业来 他的思维方式 确实是很超前 那么在工作当中 他逐渐逐渐地认可 这些钢厂的工人 他没有其他的技术技能 你让他马上去干别的 他意思办会儿也学不回 我真是不敢向你 拍摄就不说 我能给你安置了 那照你那么说 政府不成本事了吗 虽然争论不断 但正是这种深入的讨论 让两个人互相理解 互相支持 他俩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这个事的经济发展 和转型升级 为了这个博海市的开发 改革 这个推进 我最终还是达成一事 我的建议是 矿长 马上来 我坚决指示 行 那就按理说的 咱们双剑合璧 天下不敌 我马上按照上会 好 如何携手合作 谱写博海市新发展的未来 请您继续追看启航 我是姚刚 我在新推荐